在每一个需要的地方掀出元首 再来看的是墨西哥 这一趟是美国志工跨越的国界 到墨西哥去发放 地点选在一座贫困的山区 这里住的多半是低收入家庭 平常他们很少有机会 吃到热腾腾的米饭 所以这一次的热食发放 大家是一口接一口 也有一位当地素食餐厅的老板 加入了发放行列 期待中的热食发放就要开始 拉荷亚山区的长辈们 早早就来教会里的食堂等着 慈禧志工不忍长者久后 特别帮大家按摩 同时也以手语和众人一起互动 从2011年起 志工开始在拉荷亚山区供应热食 将近四年的温馨互动 也启发当地素食餐厅老板的扇形 这次主动加入志工服务 慈禧在墨西哥 志工人数不多 因此每次发放 美国志工都得跨国支援 但这次却更多了一批 里昂当地民众的协助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 那我今天看到就是觉得说 真的很多需要帮助的人 而且你见到别人比较 需要给予帮助的时候 你会珍惜现在自己拥有的 把握美国慈禧人到墨西哥的机会 里昂志工也在发放后进行培训课 希望网罗更多想要付出的菩萨 透过美国慈禧志工的指导 墨西哥志工们也努力精进 发愿要让当地相亲 更常拥有慈禧爱的关怀 达爱新闻 这是美之工 墨西哥报道